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每六月私人企业新增就业49.7万 远超乎预期 美国整合运算供应商ADP公司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休闲餐游业的推动下 美国私人企业六月招聘人数激增 是经济学家预测中位数 22万人的两倍多 尽管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2022年3月以来连续十次升息 劳动力市场仍然异常热络 国庆日期间 加州多起车祸造成近70人死亡 从上周五开始到国庆日结束当天 加州公路巡逻队表示 全加州有68人死于车祸 近一半没有系上安全带 公路巡警也发出了 9700多份超速罚单 此外 加州也逮捕 酒后驾车1224人 平均每五分钟 就有一人因酒后驾车被捕 TikTok要求法官发布禁止令 力阻蒙大拿州封杀行动 TikTok今天以多种理由 请求美国联邦地区法官 莫洛伊发布暂时禁止令 因为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所 保障该公司与用户的言论自由权 希望能阻止蒙大拿州自明年1月1日起禁用该软体 目前美国共有超过1.5亿名TikTok用户 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影响该应用程式 越来越多议员呼吁禁用TikTok Amazon独家销售Work充电宝 恐酿火灾被召回 由于可能会燃烧恐引发火灾 Work宣布召回在Amazon独家销售 并已售出19万个的充电宝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Work公司 获取免费更换产品 Work收到一起充电宝 在飞机上起火的报告 导致4名空乘人员因吸入烟雾 而被送往医院 中天中午 真理报道